- 聽不懂 - 聽不懂 - 聽不懂 主席長 校長 主任 各位評審委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王台玉 那我從 98年從 金融市政府退休以後 對於 中華傳統的 民俗調理的這個更加有興趣 那我學習的階段有兩個階段 在民國73、74年的時候 因緣集會了 就跟一些師兄去學習中醫 然後去考中醫檢驗考試 那那個時候在各師兄的團體之內 後來才覺得說我們學習中醫不是本科系 要走這條醫學的路是困難的 因為考特考不容易 但是我們在這個領域就認識了很多師兄 所以在特爾求其次 我們在傳統的練器、養生 以及傳統的所謂叫推拿 那那個時代70年代、80年代叫推拿 進入90年代以後變成進入第二個階段 因為台灣的所有的安活推拿 正式的一個發展 在各個協會、聯合會裡面推展以後 那我們正式改名稱為整副 那整副它是以進美國美式整機的一個概念 它對人體這個結構 就是骨骼、肌肉、神經這方面 做一個身體上的瞭解以後 對於你有偏味 造成身體酸臭疤痛的不舒服 我們結合中國傳統的美術機 做一個調理 因此我想有機會的話 在這個二十幾年的學習 就把這個所謂的推拿調理 整副做一個介紹 就是說 我們要培養一些健康、保健的一個 很好的一些知識 然後 我們也推展 中華傳統的美術調理 結合現代的一些醫學嘗試 我們希望把這個健康、保健的四項來砸根 那我個人如果將來有機會在社大 這個能夠說把自己的學習心得 傳授給一些學員的話 我們在課程設計上面 針對不同的這些學習背景做分析 有些人是興趣的 有些人他是想要自習的 甚至有些人他會想 我是不是學習機制場可以就業 我的課程會從整個中華民族 從皇帝內經 這些所謂的推拿推僑的 一個歷史背景的介紹 跟正確的遺料嘗試 因為我在金融醫院、台北醫院 服務過十一年 然後再加上前面的中醫學習基礎 看過很多的同床的 跟醫生實際上的病歷 加上我跟台灣四個老師 一個超修帝爾醫生 骨科醫師 然後南春財大師 陳吳敬大師 陳碧雄老師 學習過 這四個老師雖然不是頂尖的 但是他的技術、技藝 應該是在台灣屬一屬的 我學了四個老師 跟上每次的整技 我們把它融合起來 變成一套很完整的一套手技 學員要學習的就是說 正確的健康、衛生的保健 知識還有完整的一套手法 能夠用在自己身上 用在親朋長輩的身上 我相信對預防醫學 跟所謂的身體的酸出麻痛 都是有相當的幫助 甚至他將來就業、創業 我們都會先入建議的參考 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